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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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顺畅的到了工作 还没说完呢 哈哈哈哈 这个怎么办 我到哪儿了 我们再继续 还在做吗 不知道服务科 忙什么要求 大家好 我叫伊安 我是匠人 全场班实验武器的学员 我从2018年 到2020年 就读于智商学的IT硕士 我之前其实并不是 学习IT的 我们是一个技术人才 我之前学的是公共政策 相当于是一个 跟IT完全毫无相关的一个占严 因为我是从2018年 刚来澳洲的时候 就参加过了 家人的心理协明会 并且在这个 读硕士的这一段时间 一直都有关注家人的新闻 然后了解一下 家人的不关心不论号上的一些推送 然后所以也明白 大概学IT在澳洲找工作 可能会有哪些痛点啊 然后需要从哪些方面开始准备 所以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大概需要准备什么 所以这方面还好 有什么问题 澳洲的话 我觉得一个就是 英文吧 可能就是语言方面的话 可能这边的很注重沟通的流畅度 所以如果说 技术方面没有问题的话 可能就需要从语言方面入手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 经验和技术 所以就建议大家的话 尽可能的就提早准备 早点就是筹划筹备 然后找工作的事情 然后可能尽可能的 获得更多的这个 包括项目经验或者是商业经验 澳洲的话 它更看重商业经验 所以学校里面的东西的话 可能对于澳洲的公司来说 并不是特别注重的东西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就是从很早就接触到这样 然后也一直关注这边的一些课程 然后所以就也知道 有很多的学员就 因为这个外国全场上的课程 然后也拿到了理想的over 所以就当时就很想 也跟他们一样 就可能尽可能地 合取得好的理想的over 上完全战班之后就会发现 其实一般公司招聘的需求 你从学的卖得需要的东西 基本上是可以至少80%都可以满足的 它可能各个公司它的要求 还是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但是基本上的一些底层的逻辑 然后代码的一些能力都是大同效益的 所以它确实是可以都能够让我更顺畅的工作 全战班的话 可能包括我 我现在其实我的简历上的skills 它的一个list上 会有非常多的技能在上面 这些技能都是符合澳洲公司的要求的 但是如果说只是从 比如说只是从预科毕业 然后我的这个技能 大概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可能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的 因为学校的话 它毕竟只教给你一些特别基础的能力 让你可以有能力去学更多的知识 而不是像把你像这个企业人才的班主那样的 而这个全战班的这个大纲 包括它的教学的一些内容 都是比较契合我们企业需要用的东西的 从你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别人HR或者是列头在筛选简历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其实我有一个比较长的找工作的经历 可能有这么三个月吧 然后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这个项目经验 我并没有都给它列上去 然后我的简历也并没有完善它 然后没有把我的这个项目放到 比如说项目链接放到简历里面 那一段时间的话 其实收到的回复很少 基本上没有 然后后来包括在这个课程中 还有修改课程的一些指导 然后不断的修改 包括把我在这个课程中 学习到的一些 包括做到的一些项目的链接放到里面去 包括在嫁人后续的实习过程中的一些 项目链接放上去之后 这个简历通过了筛选的这个通过率 就要大大的提高了 基本上我们会有就是按照真实的澳洲的这个商业流程 包括它的要求来做项目 我特别是我非常推荐所有的学生可以参加 这种家人的公司的实习 因为我其实收获最多的是在这个实习的过程中 然后它可以它整个流程的话 然后它是非常符合澳洲商业公司的一套 正规流程的 包括我们也有这个专职的 BA UI 然后来提供这个支持 包括说我们也有 这个资深的senior 然后包括老板他们也会就是每天会看大家提交的代码 然后我们也会给这个互相做call review 然后这一方面我觉得是其他公司实习做不到的 所以这也是提高最快的地方 王老板这个代码要求很严格 然后但是他这也是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技能提高最快的一个 就是如果进 大家还是尽早准备吧 因为不管是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澳洲的公司的技术要求 最多的还是这个外部全战班它讲解一些内容 然后不管大家是 就是有意向包培训课程也好 没有意向包培训课程也好 都需要就是更多的去自己去学习这些技能 然后从学校学来的东西的话 确实是始终还是那就是远远不够的 就因为其实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澳洲的这个就我来看的话 职位的招聘需求还是很多 但是与此同时 竞争更大了 因为他要很大一部分的 之前的一些奥回联练 然后middle level的 这个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员工 他可能会被裁掉了 或者怎么样 就是他失业了 然后他也加到这个找工作的这个竞争当中 那么如果说你只是从大学毕业出来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这个大学的经验 其实公司是很不看重的 那其实对相对于这些人来说 我们是非常没有竞争力的 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的有一些商业景点 包括更契合他们公司需要使用的气速站的需求 我目前找到的是这个 他叫做Software Engineer 但是他工作内容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FullStack 跟我们全程班的这个教的东西 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也是前端react.js 然后后的no.js 然后数学部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是也差不多 就是基本上学的这个逻辑都是他很少一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好多的哦 好多的哦 给你带来的 我给你带来的东西 感谢观看